第一次踏機來就很新鮮 因為是台灣第一顆巨蛋 雖然在天母有比過 但這邊的氛圍好像又跟天母比起來 又有不一樣的感覺 看起來感覺就是蠻捲暖 比天母的還要捲 踩起來感覺也比天母還來得舒服 因為比較軟一點 感覺比較接近天然草皮的感覺 再練習起來感覺還蠻舒服 有些人是在比較硬的場地的話 膝蓋還不舒服 那大家都在這邊的話感覺就蠻適應的 在接球的時候 腳步感覺不會那麼的適應 我覺得還蠻Q彈的 比起其他的可能 我們在日本打過蠻多角落上 蠻多巨蛋的 那這個踩起來我覺得還蠻舒服的 應該是說我們這個的彈性好一點 那像之前可能日子的球場他們使用力可能高一點 他們踩起來比較紮實一點 剛好我個人是美金龍簽約選手 那在他們要來做的時候 我們也會去聊到說 他們今年的設計是非常特別 就是像你剛剛講就是捲區的嘛 因為我們剛好今年也有去到美金龍總公司 他就跟我們說這一塊是台灣我們今年的大巨蛋用的 所以我們當下踩的時候就覺得 這彈性其實蠻好的 不像可能在日子 或是其他球場是比較短草 那比較硬一點的 對 就是可能更穩定一點 因為如果對場地有一定熟悉度的話 其實他的變化不會太大 因為他是非常的平整 不會有不規則的問題 那也比較好去掌握球的彈跳 那也不會說一直加速 讓野野手比較難判斷 對 那剛剛老師你要說他這一次有做得比較卷嗎 那其實卷的其中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讓大家觀看的時候 反射比較不會不合理 現在看一看我覺得很逆 現場這樣看下來其實 場地看下去其實很漂亮 對啊 那在台灣有這個場地其實很幸福 我個人而已 我是覺得像我剛剛講過 就是我在打球 有生之年還有辦法進來這種球場 在台灣自己的巨蛋 我覺得真的是蠻棒的 那我第一個當然是因為 不會因為天氣 然後沒辦法比賽嘛 因為他是室內 那再來就是 這環境其實很舒服 那會讓人家更想要去在車場上比賽 其實還蠻期待的 因為跟自己台灣人球隊 可以在這樣的場地比賽 我覺得真的是還蠻感動的其實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